农历七月又是佛教的孝庆月 也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祭典 在这段期间 家家户户准备丰盛的贡品 祭祀无主孤魂 以求社会繁荣出入平安 然而随着时代的转变 快速简变的电子普渡 医化法会已渐渐盛行 位在供僚的灵鳩山道场 更是为了环保推行已久 我像农历七月是我们 中国人传统的习俗是教校业 一般都是普渡 那我们灵鳩山每年在七月的时候 农历七月都会办水溜空大法会 那今年是第二十九届 所以全球的信众都很虔诚的来膜拜 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法会 能够带给大家的平安 大家的健康 名阳两立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非常的响应政府 就是在这段期间 我们尽量减少这个金子的烧 那主要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我们也可以做到的环保爱地球 林鳩山公关就表示 为响应政府推行的环保政策 从好几年前就慢慢减少金子的焚烧量 主要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一起环保爱地球 而今年的水陆空法会简单隆重 希望让普渡也可以很环保 他们很响应环保 他们也不收金子 那就是一颗虔诚的心来邀请这些好兄弟 来谈诚接受大家的供养 那拜了很多的水果蔬菜米油之类的 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些供品 给我们供僚区公所发给弱势团体 然后来照顾地方一些比较弱势的 低收丹青或者是独居的老人 这样子再把食物发给这些需要的人 那也不烧金子也爱护地球 希望大家能共同来维护 因为最近我们在适逢我们中原普度的部分 然后相信各位民众针对子情的一个 一个燃烧的部分 相对的会比较多 那这边为了环保环境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永续的部分 这边请大家针对我们子情的一个燃烧的部分 这边也请大家可以请 相关子情可以请清洁队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收运 那另外请大家也说减少子情的一个燃烧 我觉得做这个就是心意的一个部分 那大家一起针对我们的环境 共同一个来努力 人里底里长就说 林旧山今年是第29届的水陆空法会 为响应环保他们不烧值钱 也希望信众怀着一颗虔诚的心 邀请这些好兄弟来接受大家的供养 之后他们也会将这些大量供品交由区公所 来发送给弱势民众 不造成物资的浪费 既环保又能落实关怀弱势族群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